在喀山联邦大学刚刚挤进世界百名名校行列竞赛时期 人们就明白大学的改革势在必行 为了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喀大不仅致力于发展现有的科研方向 还开拓了新领域 很多领域都可以说是从零开始 其中就包括工程方向 高级核心工程师 这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之一 这对今天的俄罗斯来说尤其重要 在俄罗斯来说尤其重要 在21世纪初 缺少工程师成为了国家发展的重大阻碍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 导致没有人愿意留在工厂里工作 而工程学也没有走进大学成为一门专业学科 所以工程学的丰富历史已经被人们遗忘 但这种状况并没有持续很久 培训核心工程师的计划又被俄罗斯总统提上日程 喀山联邦大学也担起了这一重任 虽然在这之前 在工程领域学校并没有什么基础 那时喀大校长伊丽莎特·卡夫洛夫就积极响应 而随着时间的发展 他对这一决定也更加坚持 和生产有关的研究方向在喀大逐渐开花结果 在我看来这是一件很好的事 人们应该很快意识到 对于一座城市来说 拥有一所这样的大学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 今天工程方向在喀大的发展状况非常好 我们有很多在喀大核心学院的帮助下进行的创新项目 而在这背后的真正基础部分 科学家们在这里运用公式 方程和毕生经验来实现其大胆的 有前瞻性的想法 而在工程学院 我们将这些想法变成现实 在近期举行的校长研讨会中 还讨论了关于细化这一发展结构 创新项目的发展前景等问题 工程项目在研讨会中受到了特别关注 在科学和商业之间是存在冲突的 因为科学的目的是知晓世界 而商业追求的是经济利润 我们应该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变成现实 但同时我们也知道 这些成果并不是每个都可以变成现实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研究都只在大学校园里进行 我们有理论成果 也有可以实现生产的小型工厂 但它们并不是同步的 而我们的任务就是消除断层 将理论转化为有现实意义的实物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在工程学院成立了技术转化中心 在此中心的帮助之下 学者们的几个研究项目 已经吸引了相关经济领域的注意 比如处理石油污染的独特技术 我们的技术的本质是 在石油中放入特定的 可以中和石油污染的微生物均落 而且均落就像石油添加剂 分解出的物质留在废水和土壤中 就像石油在石油钻井平台中一样 这一技术有效性达到了95% 而且达到这种效果只要两个小时 这样一来 大型的工业企业完成一套标准化处理过程 只需要18到20小时 就像研发人员所知道的 这套石油污染处理技术 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利用微生物来处理废水 到目前为止 仍停留在生物学研究阶段 而现在喀大的学者们既发明了设备 又设计好了特殊流程 这些在达达斯坦阿尔辛德工厂 已经进行了试运行 而现在俄罗斯的几家石油加工工厂 也引进了这一技术 国外的公司对这一成果也很感兴趣 这套技术在布鲁塞尔国际研究展 一亮相便赢得满堂彩 除了这一殊荣 此项目在各大展览和论坛中 也收获颇丰 而这都只是开始 科研团队的计划是不仅使设备批量生产 微生物均落也四处开花